我决定了,我决定要把这个地方变成我的工作室 这可能是我在旅行历史上第一次把旅行暂时住的地方做成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做工作室呢,一定要有非常好的灯光 现在灯光是完全不够的 另外呢,还需要一些其他设备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何把自己现在的很小的屋子变成一个简单的工作室的 首先我们需要灯 灯的话,我打个电话 我需要你的帮助 嗯哼 哎,来了 来了 你今天安排啥活儿了 我本来说是,你不是那个钱取不到嘛 嗯 然后我就回家陪陪家一点 哦,罚了 嗯,怎么闹 没事 这家子还有其他的想法 这是啥啊 这是船 船主船啊 哦,能不让进去了 他说我们是民宿,然后就让我们不让我们进去了 然后最近民宿闹得还很凶的感觉 对,我感觉好多小区都不让民宿进来的感觉 我可能就从此进不去了 哈哈哈,对 你通了房子没用 对 那怎么办 只能等了呀,他们说等民导嘛 等民导来吧 这个船 我都先拿过来 不拿过来 你要滑,他们就直接就去滑起来 哇 但你拆过 哎,我不知道现在 我觉得民宿是一样的房子 我觉得业主是有权利去使用的 我个人感觉 对,然后现在他的小区呢 不让这个业主把房子做成民宿租出去 然后现在就是做成民宿 你就都不能让别人住 都只能自己住 对 所以这个房东特别惨险呢 就是有了房子只能空着 对 自己也不是只能空着 然后我在这儿借住 然后我还不让 对 等会儿跟他们商量一下 看看他们怎么说吧 说下感想吗 还不让你们在那儿住 他让我住就在那儿住呗 我让我俩抱着睡 他不让你在那儿住 对,他不让 他说得让我们把身份证留这儿 但我们也在留 哇 好奇怪嘛 他们这么搞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小区的不安定 我觉得他最根本的就是 你应该去查一下谁在住 查一下他底细就好了 对 不是每个人都是说什么杀人犯子 不会的 觉得对人太不尊重了 这个 然后就因为每天这个小区的晚上在闹 真的是 警察来都说了 这是警察不管 但他们就得闹 我就不知道他们在折腾什么 对 警察都说我们还要办刑事案件 你们那个房子 你们也没有法律支持 对吧 对没有法律支持 人家自己的房子 但他们现在好像就是业主 就是自发的那种 然后把那个物业嘛 就架在门口就收着 就不让进 我说我哪个东西都不让进 天 好了我们终于安全的进来了 哎呦我的天 怎么弄呢我们 路不让紧了 天啊 哇 今天公里路送来了很专业的三个灯 可是为什么是三个灯呢 反正就是一套嘛 来的时候 左右 还有 顶 架子有顶吗 我感觉好像没顶 我感觉只有两个架子现在 三个 哦这是张海板设影 然后现在这个三个灯呢 是最基本的东西 这个灯呢可以不用太贵 但是一定要有不够的亮度 这个灯 我也是第一次见 我不知道多亮 是多少大 现在这边基本上三个灯呢都是亮的 但是就有个问题就是两个灯没照嘛 所以它一亮的话我应该睁开眼睛 对 所以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说说这个灯的重要性 但是 明天再用吧 怎么样感觉 这个包先放这儿吧 嗯放这儿吧 等会我再送你下去吧 不用吧下去他应该 他怎么不可能不让我出去吧 他把你给拦住我 对他怎么不可能不让我出去呢 你晚上忙什么呀 回家陪陪家人呗 我爸妈来了 我好久没见他了 一个都有 十几个都有 两个月了 你是不是敢把它锁了 有一个就行了 锁多少圈这个 不知道 可能就为了防止物业进来 对防止物业 你小心点啊 会被物业抓的 你才小心的 不要这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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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信息随时通报一下什么事 好 拜拜 所以这个工作室呢 算是比较临时又比较危险 随时可能被驱递的一个工作室 哎我也不知道我在折腾什么 跑到成都搞一个 去美国搞一个 家里弄一个 就差北京没有做自己的工作室了 奔根华也不想再做 哇 哇 oh my god 现在是晚上的7点02 今天又入住了一个新的一个视频平台 没有吃饭 现在赶紧吃点饭 因为刚才这个蚊子把我听得特别惨 我决定换条裤子 在这边 新的工作室呢 虽然非常的简陋 但是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于 虽然没有家里人给我做饭 我可以到楼下随便吃两口 即使是这样 我依旧没有正常的吃饭 出发 另外一个方便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卖什么 这是我新的工作室生活片 这些东西特别的馋 OK 灯光是一个标准的studio 工作室对于很多人来讲 功能是不一样 对于视频编辑用户来讲 他就是在他这边编辑的同时 进行一些视频创作 有一些视频工作者 他可能会给你讲一些电脑方面的知识 拆封开箱 产品评测 他一般多数时间会用到室内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今天 让朋友过来把这个灯光送过来 因为在那之前呢 我在这个室内呢 是很少有发挥的作用的 因为 比如说这个采光啊 比如说这个 比如这个采光啊 这个隔音啊 其实都不是很好 但是 有了灯光之后呢 起码能生一个档次 第二个要跟大家说的 除了灯光之外呢 一般比较标准的工作室呢 从来很少就是只有一台电脑 你看 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台电脑 这边用来视频编辑 上传导入一些基本的 然后同时又马上要用这台电脑 这台电脑呢 就负责比如说网电的运营啊 等等其他一些功能的作用 所以一般studio 至少配备两台电脑 以防万一一台电脑挂掉 有些工作室呢 是好几台 但我之前讲的 这是针对你个人的 比如说你一个人的工作室 大概这是基本的配置 另外呢 你一定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三角架 我这边用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三角架 只是把它织起来 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小型的滑轨 这滑轨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拍一些平滑镜头一定要用的 至于用什么样的品牌 大家自己决定 在这里只是一个我很普通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很可能在你的室内工作室里面 充当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你想拍任何想平易的镜头 只能用这样的滑轨 或者说你想搞专业也大一点 但是我为什么推荐这样小的 是因为很便携 像我这种移动工作的 没得说这种是唯一的选择 像现在这样的平滑镜头 另外呢工作室一定要需要的是 便携式的麦克风 在这边 我这边用的是Blue Raspberry 这个一般可以用于手机 同时也可以用于电脑 但如果你想更专业一点点 没错Blue Yeti永远的标配 这东西已经用了五六年了 还是这个非常坚挺 你说奇不奇人 上一个画面呢 跟现在这个画面呢 大概过去的时间是 唉 可能我的眼睛不给力啊 每次在这个 长时间看完电脑之后 雪思总是这个样子 一如既往我戴着眼镜 跟大家聊一会儿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特别 幸运的人 现在在我面前呢 感觉又是一个 新的工作室出现了 说到工作室呢 我要追溯到很久之前 很久很久之前 我不想再说什么七年前 没有 其实应该追溯到十年前 2008年的时候 2008年我在 我住宿的房子的 厨房的 旁边的一个小地方 做了自己人生当中 第一个工作室 那工作室呢 特别简直了一个大桌子 那桌子可能是 别人办公用剩下的 然后我用上 我这房子特别大当时 起码是一时两时 两时一厅 还有一小卫生间 但是在我记忆当中 因为还有个书房嘛 就是我 当时studio在的地方 书房 旁边是厨房 然后 有一段时间 是跟家人一起住的 然后呢 他们每次做好饭 直接从那个窗户 直接把饭递过来 我几乎 一天的时间有百分之七八十 如果不上班的话 我会放在那个书房里 坐在我电脑间 做着我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回到自己的卧室去睡觉 我会觉得 这种工作室 对于我来说 已经像一个很熟悉的家一样 所以到温哥华之后 在加拿大 我真的 感觉在一个地方 已经可以长期住的时候 我每次都会把一个房间 改成一个工作室模样的样子 因为我感觉工作室 能够让我特别着迷 能够让我坐在那里 真的很长时间就 专注地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 这就是我的生活的 一种方式 一个小屋子 一工作室 所以我会把 studio这种东西呢 随身带着 直到现在 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幸运的人 在加拿大的时候 也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室之一 在我最先住的房子 啊 虽然说每次有中央空调比较吵 但是整个客厅啊 甚至连卧室 还有书房 都是工作室 后来 搬到Alby那边 啊 然后自己有一个 长期用的工作室 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幸运 我后来在离开加拿大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 完了 我的工作室 生涯从此结束了 可是我真的非常幸运 到了美国之后 先是Mac 给我提供的地方 让我成立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虽然说这灯比较简陋 但后来还是买了灯 大家也看得到 在Mac家呢 我做了iMac Pro的开箱 然后还有些其他产品的评测 比如说这个Mavic Air 还有一些小东西 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 已经变成了生活跟科技 游戏已经被我推到很远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年龄 真的玩游戏很痛苦 但是每次游了工作室的时候 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不知道其他人生活方式是怎么样 但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一种自己比较适应的 而这个就是我比较适应的 后来回到家之后 中国的家 马上 就花了两天时间 就把工作室搭起来 因为我觉得只有那个地方 能够让我真的沉浸下来 觉得会发挥我人生的价值 当我来到成都之前 我觉得OK 我又要告别工作室一段时间了 这是一种短期的旅途 你到一个地方 你不可能觉得 我要待很久 我待很久 待很久的话 那还好说 当我来了之后 我发现 我还是需要一个工作室 纵然我知道 我在这边的时间不会很久 但我不想浪费 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不想再浪费 所以我依旧是一个特别新的人 无论走到哪里 总会有那么一个人 至少一个人 会乐意帮助我 心里感激的 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感激这些人 有的时候你可能之前 连一个面都没见过 但他见了你之后 对你所做的 帮助过你的这些事情 你觉得 有的时候比一个好朋友还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我觉得 我可能是非常的幸运 也许我做的事情 是正确的 也许是错误的 结果对我来讲 我非常的满意 非常开心 所以我觉得工作室 它不仅仅代表着一个 一个能够办公的地方 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舒适的家一样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像我一样 可以每个地方跑一跑 然后 能够真的去住在那里 体验一下生活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国家 但是相同的 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 也许下一站是上海 也许不是 当我又有感觉去上海的时候 我又要跟工作室告别了 也许这样的工作室呢 能够伴随着我很久很久 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突然让我干其他的我干不了 我能够坚持到今天 一方面靠的是自己的决心 另一方面 是靠的是 我身边出现的这些贵人 我喜欢工作室的生活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